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但是月饼大战已经提前的打响 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口味 适应潮流 上海的各大老自豪月饼店呢 也是在馅料的配方上 冻足了脑筋 酸菜牛蛙 大虾芝士 还有鲍鱼鲜肉 各种馅料 俨然就已经可以凑成一桌菜了 在南京路步行街 食品商店和饭店的月饼柜台 香气四溺 两边借着今年推出的网红新品 隔街打起了擂台 吸引顾客排起了唱队 因为今年是唯一一个要吃月饼土骨头的 人家也是来感受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是颠覆了传统 它没有一点猪肉的 全部是牛蛙腿肉 再加上酸菜 口感不由不腻的 今年在去年的燕豆鲜 鲜肉月饼的基础上 我们今年又推出了大虾芝士月饼 芝士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这次把它融合到月饼 中秋的月饼里面去 应该说推出以后 很受消费者的怀疑 这些创新月饼日均销量都超过2000个 目前还得限量购买 不少市民都是抱着尝鲜的态度 一看究竟 大概味道奇葩吧 想象当中有点难以理解 牛蛙也能用来做月饼吗 对 所以就过来买来试一下 因为我这个香味让人做不成了 对吧 商家表示 目前离中秋节还有两个月 九月份才是月饼销售的旺季 届时会适当增加烤箱 加大供应量 同时采取预定措施减少排队 此外由于原料成本上涨 今年月饼的价格 将比去年涂涨一成左右 农房卫视记者梁卫浩 上海报道